上海市15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以后 新当选的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 与中外记者见面 这届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中 主任殷一锤 两位副主任 以及秘书长是连任 另外四位副主任是新当选 下午3点45分 市15届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成员 步入上海世博中心中央大厅 在镜头前集体亮相 市15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殷一锤 向媒体逐一介绍了六位副主任及秘书长 他们分别是 应一锤感谢新闻界长期以来 对人大工作的支持和关心 他说当前上海的发展 站上了新的更高起点 人民群众对人大工作有着新的期盼 我们使命很光荣 责任也很重大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在市委坚强领导下 仅仅依靠全市人民和全体市人大代表 凝聚起方方面面的智慧 以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精神状态 发挥人大服务改革创新 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作用 为上海城市创新发展和市民福祉提升 提供更有利法治保障 记者施政报道